记者张金雅台中报道 台中世界花卉博览会将在11月登场 台中市政府推出花博卡 市民评卡可一日免费入园参观 还可在特约商店享有折扣优惠 自1月22日起受理申请 至今两个月收件已达72万张 交通局长王一川表示 4月将公布2000家特约商店及优惠内容 预计将掀起另一波半卡潮 由于从申请到制卡约需一个月至一 5个月提醒尚未申请的市民动作要快 越早申请就越早享受优惠 王一川表示 花博卡也是台中市民卡 涉及台中市的市民都可申请 没有年龄限制 评卡可一日免费入园参观花博 享受特约商店优惠 未来市府也会利用这张卡推行政策 例如儿童节将至 为鼓励小朋友读书 市府可以在12岁以下持卡人的卡片除值100点 并设定在台中市书局使用 王一川说 花博卡可说 创下国内计名试票卡中 申请速度史上最快者 桃园市民卡自105年开始发行 两年多来发行约100万张 而花博卡从1月22日至3月21日 短短两个月已有72万人申请 为了鼓励民众尽早申请 市府预计4月公布花博卡特约商店 王一川说 目前特约商店超过2000家 都是民众生活长去的店家 各家优惠内容目前正在确认中 优惠内容大概是持卡销 费薯条买大送小咖啡折家五元等等 由于花博卡从申请到制卡 约需一个月至一 5个月尚未申请的市民 可至各区公所办理 越早申请就越早享受邮会 另外凡是在2月28日前申请者 首批花博卡预计4月15日起 陆续送到市民手中 在这个视频里面 中文字幕提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